嗨 姊妹們 我是Nessie晶晶 畢業季又到了 所以呢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畢業卡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畢業卡片這個流蘇有沒有 我每年都想盡辦法在 就是想說 這流蘇要怎麼把它搞出來 我有用過紙啊 然後有用過就是 這一次是用這種迷龍 欸 不是迷龍 它就是那種繩子 我常常都用的繩子 然後我把它撕開有沒有 我看很多人都是直接 去好像書局還是材料行買那種流蘇 那是最快的 可是因為我就不知道說 欸 這麼零食要去哪裡買 然後我就想到這個方式就把它做起來 我這個畢業卡片呢 是看著這本 卡洛琳的新書 看這本把它做出來的喔 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因為我會送出三本給大家免費的 所以千萬不要出過 然後很特別的是 這一次是 我 我 我推薦的 還有就是一些知名的youtuber 手作的 他們也有推薦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本是還蠻棒的書 卡洛琳它的強項就是在於 立體的東西 它的東西又立體又精深 因為我也很喜歡立體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有在追蹤卡洛琳 它裡面真的有好多種不同的東西跟方式 我覺得都還蠻實用的 而且最厲害的是它都附版型 呼呼 欸這 這不容易耶 因為這些都是用AI檔畫出來的 我覺得好厲害喔 像我就沒有那麼的就是 厲害可以畫出這些版型 所以它每一個不同的東西都有一個版型 像我這個為什麼是看著它做出來的呢 因為它其實教的是這個 就是一個小小的那個行李箱 然後我把它改編成這個畢業卡片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這個行李箱的教學怎麼做 畢業卡片你們有興趣想要尺寸的話就一樣 就像之前大尺寸的方式那樣子來找我索取就可以了 那我們先看這個教學 Go 嘿嘿我找到了一個最偷懶的方式 就是我去Seven 把這個版型給印下來 我打算等一下就是直接用這個版型來剪 我就完全不用去量它的公分數 呵呵 然後它這個版型上面有寫說 請放大125%使用 所以你們自己如果想要跟它一樣大小的話 記得印印的時候就是要把它放大125% 好的 第一張紙我就拿出這種西卡紙 因為我現在要來做它的外殼 需要比較硬一點的紙 我剛剛已經先把它的版型剪下來了 那我現在就是要照瞄 你們可以學我就是把它對在那個角落上 這樣子等一下 瞄完之後要剪 我完全不用剪這兩邊 我就是一個非常懶的人 來 跟我一起剪 完蛋完蛋了 我第一刀剪到好像沒有很直 為什麼我要認真一點 因為要跟那個卡洛林之間 呵呵 快成功了 剪來吧剪來吧 這個弧度 剪完之後呢 我要來對它的這兩條線 我會直接就是這樣子跟它對在一起 然後做個記號 等一下就可以來對 因為我記得它這個線好像 是要折還是怎樣 可能等一下要把它的書打開來看一下 我先把記號做好 接下來要換做裡面的口袋 然後我就拿了一些這種配置 想說可以來做口袋 直接把它給對上去 然後描出來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版型上面寫說 乘以6有沒有 就代表說它的口袋是做6個 它的好差喔 因為反正你剪的時候你會 就是把它給剪直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大袋 那這樣就把它剪下來就可以了 哇還有哪邊可以給我做 喔這邊還有一個 好那大家就一起畫這個口袋 好的我把書拿出來了 所以大家這樣看得清楚顏色嗎 有沒有這個紅色的啊 就是要折的 因為他說這是折線 然後黑色的話是裁切線 OK好 那我等一下就知道這兩條要這兩條要折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 好我拿出了尺我想要來畫線 不是畫線啊壓線 但是呢我找不到我的美工刀 所以就先用這個這個來畫 喔天啊也太深了吧 因為我明明就把那個給弄掉了 怎麼辦 好沒關係算了 哇好黑喔 有點失控了這個現場 因為我現在是要把它當壓線的功能 我試試看喔 喔可以可以可以 太棒了 好 他這樣就會變成一個立體的旅行袋 有沒有就是像我這樣子把它拗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就會變成一個立體的旅行袋 那就換這個 你就想像他有一個隱形的線 國王的心儀 這個部分就很像爆炸卡第二層的小口袋 有沒有 大家懂我意思齁 就這樣子遮遮遮遮 應該還好吧 好 我現在都要刷一次 大家好 我又來跟你們提醒一件事情 這個第二張呢你看 這樣子遮起來 對不對 我已經遮好給你們看了 它的折線就這樣 記得喔 就是只要黏這邊就好 因為這邊要讓它露出來 等一下這邊是要 黏在下面這邊的 所以千萬不要把它給黏起來 因為我剛剛耍白癡 居然把它給黏起來了 我另外兩個是完全黏住的 等一下喔 我先把這個黏起來 好 給你們看我多白癡 你們看 黏住了 怎麼辦呢 天哪 我想要試著把它給撕開 看有沒有辦法挽救 喔 GG 沒有辦法挽救 怎麼辦 好 經過了剛剛那一場混亂 我覺得沒關係 這就是人生 告訴大家 在這邊 我們剛剛不是煮好了這個口袋嗎 在這邊黏上雙面膠或是膠水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貼了 記得這個貼啊 嗯 其實 這樣向上或是 都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 好我決定要這樣向上 OK 那就對準正中間 喔對準障礙 好這樣子 OK 這樣就黏起來了 有沒有 這樣就是一個那個 小口袋的感覺 然後告訴你們 天無絕人之路 我剛剛沒有辦法 對不對 對我現在有辦法了 我就自己抽了一塊這個 我打算這樣子來黏 啊 還是可以的啦 好就這樣子把它直接對上來 這樣子就是第二個口袋 第三個口袋 我只剪了三個口袋 卡洛琳的書裡面 它是用六個喔 所以大家想要跟它一模一樣的話 請用六個 我就用三個來示範 有沒有 哇 好嗨喔 這樣子 好 然後這樣就可以關起來 可是這樣子 不像 不像 對不對 為什麼不像 因為我十二萬分的偷懶 這邊還有一個靶 那這個靶呢 我決定不照它的尺寸 就我自己來做就好了 因為其實這個 只是瘦它一點 就也差不多 我就打了這個圓角 圓角是我自己剪的 然後我決定 自己來剪靶 天啊這個靶 這個靶好不對稱喔 但我不管 對 這樣子我就可以放在這邊 好的 我們 因為它的書裡面是寫說 你隨便找一個去黏都可以 那我就決定黏第一個好了 哇賽 我這膠水半年沒用啊 然後就是 一整個乾掉 現在就完全擠不出水來 好的 那個我跟膠水搏鬥失敗 所以我就決定還是用雙面膠 你們就自己抓一下那個公分數好了 這個的話 也看到我是非常隨意的 Let me see 好 這樣子應該可以 OK 這樣光講 哈哈 就有小行李箱的樣子了 好可愛喔 可是 可是 為什麼我覺得我的不像行李箱 我的好像比較像 比較像鎖欸 感覺我把它做就是瘦一點有沒有 瘦一點 然後圍一圈腰帶 那不就是 那個鎖頭嗎 就這邊再做一個洞 做一個孔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著這本書 做出每一個完美的作品喔 好看完教學之後 有沒有覺得好像有點廢 因為好像不需要看我的教學 我覺得我應該不能說教學 它就是一個製作的過程 我想要就是 做給你們看 用這本書有多實用這樣子 那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教學裡面 它就是一個小行李箱 然後是有那個內頁可以翻 那我這個 就是也是一樣 只是我把它改成了正方形 然後是 比較 大一點點的感覺 有沒有 然後 這邊把它給 打開 喔我又拿它翻了 好白癡 我把它給打開 原本是這樣子 然後打開 它這邊就可以寫字 畢業快樂嘛 然後這邊有三個口袋 然後口袋裡面就可以 放 照片啊什麼的 然後這邊就是有點像小簽名簿 這樣子 所以你們想要知道 就是這個的尺寸的話 可以來找我拿 要來說一下 卡洛琳的新說可以怎麼獲得喔 你們等不及的話 可以直接去用新台幣把它下架 下起來 我有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看 支持一下我們所作界的youtuber 抽獎的方式是 請到我的facebook粉專 找到那天抽獎文之後 tag兩個朋友 但是重點是 這一次你們可以重複tag不同的朋友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增加你們的那個 中獎機率 好姐妹們就好 把握這個 可以拿到這一本書的機會 趕快去我的facebook 去看抽獎方式 然後參加抽獎 那這一次抽獎的時間 比較短一點點 會到星期日就截止 因為我這次影片 應該會星期五晚上上傳 然後我星期日就會公布 三個得獎的人囉 好啦 那就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好像給你們 就是tour過這一個 好像還沒有跟你們tour過這一個齁 它這一個的話呢 它就是做成 卡洛林的書裡面是叫這一個 它就做成一個小行李箱 然後我這樣子 打開 打開的話 它裡面會說 要你做六個小袋袋 但是我就偷懶 我就只做了三個 一二三 然後這中間都是 可以放照片的齁 然後就這個樣子 剛剛有看教學人 應該也都知道它長怎樣 但是我 非常的滿意 我這一個 畢業卡片 就很可愛這樣子 其實大家也可以自己 再把它換算尺寸再 做成更大的版本 我覺得也還不錯 然後外面這個紙一樣 都是用C卡紙 所以它可以看起來 這麼挺 好啦 那就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恭喜卡洛林出新書 然後錄影的今天是520 所以我要出去約會了 掰掰 畢業卡片 啊拿版了 然後呢我這個卡片 是看著這本 卡洛林的新書 又拿版